大家好,我是黑生,关注黑生,健康博客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血液粘稠它的原因 还有就是预防的方法 还有就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一定要喝水 在2023年2月24号有一篇研究论文 发表在临床病理学杂志上 研究团队来自很多个机构 包括就是英国格拉斯克大学 还有慕尼黑技术大学等等 那么研究通过这种汇聚分析 探讨了血液粘稠度与这个冠心病 还有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一个相关的研究 那么在这个14到26年的这种中卫随访期间内 28605名进行了这种极限的血浆粘稠度的一个测量 那么这些参与者总共最后追踪随访 发现发生了2270名冠心病的一个发生 还有就是4220名的一个死亡事件 那么结果显示呢 调整了主要的风险因素之后呢 血浆粘稠度的增加与冠心病的一个事件的风险 以及全因死亡率显著相关 这个研究就突出了血浆粘稠度要作为心血管疾病因素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血浆粘稠度的一个增加会显著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当这个血液变得更加粘稠的时候 它的一个流动性 流动的一个速度就会减慢 红细胞就更容易聚集 从而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 那么这些血栓 其实可能会导致血管的堵塞 从而增加急性 心肌梗死 脑梗死等等严重的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风险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血液粘稠 它的一个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那么血液粘稠度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现象 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因素 那么首先第一个 就是血液粘稠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缺水 那当人体缺水的时候 血液中的这种水分会减少 导致这个血细胞 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 在血液当中的一个浓度会增加 从而呢 让这个血液变得更加粘稠 这种粘稠的血液呢 不仅仅流动性差 也可能会增加血栓的风险 刚刚也提到 这个粘稠比较高的时候 那么血栓就形成 那心血管 这些疾病的这种发生率就会增加 那么每天确保这种充足的水分的收入 尤其是在这高温环境 或者说进行体力活动之后 非常重要 这有助于维持血液的一个正常的流动性 还有一个稀释度 那么研究发现呢 其实人体在睡眠状态的时候 会消耗大约450毫升的水分 如果是醒来之后呢 不及时补充水分 那么血液当中的水分的含量就会下降 这种脱水的状态 就会导致血液粘稠度的一个提高 所以啊 保持这种适当的水分的摄入 对维持这种血液的流动性啊 至关重要 早晨起床之后喝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健康的习惯 在睡眠的期间我们身体也会自然的流失一些水分啊 比如说我们呼吸啊 我们的皮肤的一些汗液的一些蒸发 其实都是会消耗水分 那么我们早上起床之后 血液粘稠度比较高 那这个时候喝水补充水分啊 就能够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 那么何医生建议大家啊 早晨可以饮用一到两杯这种温开水啊 温温的啊 这种水不要太烫 也不要喝冰水 这样子来去帮助我们啊 西式血液从而降低血栓的风险 那么养成早上起床之后 喝水的这种习惯啊 不仅仅能够帮助维持这个血液的流动性啊 降低这个心血管的风险 其实这一个习惯啊 还有很多的好处 比如说能够激活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啊 改善这种消化系统的一个健康 关节这种便秘预防便秘 总的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有效的一个方式 对维持我们日常的健康 还有预防疾病都有积极的作用 好那接下来要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高值饮食 长期的这种高值饮食的话 可能导致血浆当中的这种脂质水平升高 从而呢 间接的影响这个血液的粘稠度 这主要就是由于血液当中的脂质蛋白含量增加 可能啊会导致这个血液的流动性变差 那么血液粘稠度的一个改变 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的一个过程 涉及到血脂的代谢啊 还有血管内皮的功能啊 炎症反应等等多个方面 那么长期的高值饮食会导致这个动脉 周样硬化 进而出现这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这种情况 好那第三个原因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最常见的吸烟 可能会导致这个血管收缩 降低这个血液的这种流动性 同时呢增加这种血液的粘稠度 还有一个饮酒 还有缺乏锻炼 也是对这个血液流动性啊 有负面的影响的 好那第四个因素就是疾病的因素 有一些慢性的疾病 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高胆固醇啊等等 它都会影响血液的一些成分 还有流动性 从而呢增加这种血液的粘稠度 那么为了预防这个血液粘稠 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保持充足的水分 那这个刚刚也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 那么我们每天确保这种充足的水分的摄入 尤其是在这种高温环境 或者进行了这种体育活动之后啊 去补充是非常重要的 有助于维持这种血液的正常的流动 那这样子特别是早上 我们喝一到两杯的这种温开水 对于这种吸食血液 预防血液疾病很重要 好那第二个就是均衡饮食 平衡的饮食至关重要 多吃这种新鲜的蔬菜水果 这些食物呢富含纤维 还有抗氧化这种成分 有益于我们心血管的健康 那么同时呢减少这种高脂肪的 高糖的食物的摄入也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一些不健康的 一些脂肪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 那么第三个就是规律的运动 进行这种适度的体育活动啊 比如说步行啊游泳啊 这种太极拳啊 骑自行车啊这些锻炼啊 其实是能够改善心血管的健康 促进这个血液循环 降低血液粘稠度的 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的体检 定期体检能够看一下我们血压 血糖啊胆固醇啊 血脂的这些水平 然后及早的发现 及早的干预啊 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 或者说啊 及早的进行这种药物的治疗 是很重要的 那么第五个就是戒烟 陷酒 吸烟还有过量的饮酒 都可能导致这个血液练稠度的增加 那么戒烟陷酒啊 是能够改善血液的一个健康的 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就是适量的饮水啊 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我们过量的饮水啊 其实啊 它可能会快速的 稀释我们的血液 这样子就会导致这个电解质的紊断 激发这种水中毒 那么如何去预防这个水中毒啊 我们需要注意几点 第一个呢 就是要监控这个水分的收入 不要一下子短时间内大量的喝水 那么成年人呢 每天推荐的饮水量 大约是两到三升 那么这取决于 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 还有活动的水平 还有就是外界的一个温度 这个也很重要 那么第二个呢 水中毒就是 它水浆里面的 这种钠离子的浓度过低 然后呢出现这种头 用来法力注意力不仅重 进程涣散 甚至抽搐 甚至昏迷 甚至危及到生命 这主要就是短时间内大量的喝水 那么第三个就是 适时的补充这种电解质 比如说我们在运动之后 大量出汗之后 除了补充这种单纯的水分之外 我们也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 来去维持体液的平衡 那么第四个就是 注意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对于某些疾病的人群 心脏病的肾脏病的这一部分人群 他们的一个水分的收入是需要格外的注意的 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去进行 很多时候喝多点水可能都会诱发 这种心力甩紧 所以这一部分的人群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去摄入这种水分 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就是血液念醜度它的危害不容无视 然后呢早上喝水其实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避免过度饮水导致的这种水中毒 大家要对这一个疾病有一定的认识 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内容 对大家能够在水分的补充方面 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了解 也欢迎大家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大家都能够学会这些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 好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黑社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